星期三的第二場推介 其實是早球 即是6點鐘 亦是韓職聯 FC江源主場對全北汽車 其實這兩隊球 當然 全北汽車名氣比較大 亦算是韓職聯的強隊 其實是12隊球 好像是澳職一樣 澳職更少 但來說 全北汽車 其實季初 對主場對FC江源碰頭過 當時來講讓球半 竟然是輸了球 那場球肯定是爆懶的 那場球 贏不到之餘 亦是輸了0比1到尾 其實近況來講 FC江源都不差 不過 大家看得到一件事 本來來說這隊球 都是中油分子 剛才提到12隊球 剛剛第六位 都算是中油 但最近所勝的對手 其實贏的 都是下游的球隊 包括 FC慶藍 甚至乎 人村聯 甚至 FC城南 也好 本身排名都是比較低的 當然 你說他對著一些高一點的 就已經贏了 之前來講 贏的幾場球 確實是對著一些比較下游的球隊 反而他能夠贏到 即是FC首爾 我覺得他就足總盃贏了 聯賽也是輸的 我覺得來講 其實他的成績 不是十分標稱 只不過近幾場 對著一些都比較下游 相反 全北汽車來說 其實他有阿冠杯打 加上來講 兼顧阿冠杯的時候的賽程 都跟聯賽都交接不幾密 但是去到現在來講 阿冠杯來講 叫陳開樂定 暫時休息一休息 他是足夠分數的 大家可以看看 本身來講 你說兩隊球的對碰 即是說這兩隊球的對碰 其實全北汽車佔優很大 在作客近幾次都是五勝一和 你說近三句對賽其實都是贏多的 很少說是爆到爛的 當然 你說上次不是爆冷 上次是 仰得這麼深 竟然進不了球 還要輸了0比 但是你看回現在的積分榜 這隊強隊 即是說全北汽車 在近期的戰線 即是說 阿冠杯那路 也都是暫時揭竭 回到聯賽 我相信都會追回一些成績 畢竟來講 現在榜首地位 就被韋山現代 叫做拿著先 去來講就差兩分 你說今場球如果贏到球 之餘 隨時都壓倒衛山現代 拿回榜首 其他來說 我覺得 你說要爆冷 其實今場球不容易 上次輸過給你 那時候是貴初的 當準備還未夠也好 這次來講 你說其實盤口上 我覺得讓半一都合理 畢竟來講 即是說 不算讓得太辣 我覺得贏球合理 博去贏不到整個盤 所以來講 今場球 我覺得推介這個讓球上盤 選客隊勝 半一盤 我都照推介給大家 我覺得去贏一球 就不止了 希望我贏了整個盤 那